还有跟前梅撞到了同样的一个房子 前梅在外围小组定位很准 先把鸭皮抱头击倒 还有先到的 而且到的人数更多一点 到了一个 然后去到最西边的那一条街的房区 接下来有的打 其实有的打的 前梅还是有的玩的 有的操作 他这个房区东边的坑也能操作 然后这个防空洞的附近 一体要受一波火力压制 六一倒地很尴尬 这种位置四面八方的枪线实在太多了 再加上现在周围没有什么制衡的压力点 所以很容易被枪线拉开 淘汰掉 这对于第一天来讲打得很难受啊 四面包 主要是西部的这个高点也不敢去 因为南北枪线的问题 12月击倒了坦克 不过重点还是要看东部这个全形的边缘的打 男男的屁股 提酒一波经典绕后 看屁股的男男 出完枪之后被摸了 换身也只能溜了 换身果断上车 这一个时候你在慢一秒 很有可能被对方直接给打下来了 很有可能两个人都没了 明明也被发现了 75给队友包点 队友去拉扯 但其实啊 75的危险就在自己的北部 波波倚了一波 但是MCG整体的布局枪向角度还是挺多的 有厕所可以待啊 在2014再往前去走 撞倒了577 只剩挖马一个挖马换了一波子弹 再起来主动一点 车爆了 车是被577打爆的 只剩下一个阿毛 阿毛去哪呢 现在没地方待了呀 这边底下的位置都已经被踩完了 只能上山啊 对这都是分啊 先把这两分拿下 然后再扶七个啊 不着急 侧面 跳铜出枪了 车子倒了 王马 王马一四血 差一点点 有雷 伊贝比想要把这一分拿下 伊贝比有三颗雷 武帝里一波出枪 2014被淘汰了 这是一波盲扎 没有位置的盲扎 这一波的扎点 很难受 前面都被堵死 全都是枪线 飞机三海 打起来了 这个地方打架就是很刺激 硬实力的考量 T9背后的一波出枪 交扬倒了 现在田路很危险 只剩匆匆一个 田路被夹了 背后还有来自于SMS的压力 那这样的话 牛海比从侧翼进行那波进攻 田路直接被淘汰出去 然后再开SMS SMS看到前面 已经有队伍才好点了 牛海比在卡这个圈面的位置 只能绕紧一下 电塔半坡 就是17和VLG 两次队伍 圈形的新男角的遭遇 Pero在等应 比较多的一个击倒进行 这个圈的话 来了一个左下 看一下圈边 蓝白之间打架的激烈程度 如果多方的一个导人 应该会拉上来 获取更多的一些淘汰分数 这个小番茄隔着500米 87给打了 老远了 对 把小17击倒给淘汰了 近点埋了一个刀 埋了一个 这是一颗雷 这个角度 对 哇 这个再一个 苏九过来 Pick没问题 自己血量没掉 倒了两个了 沉住气了 还好 还好 是的 还好 小鬼一直在架屁股 他一直在看牌 这样的站位是必须的 小北下坏了 吓坏了 吓坏了 真的吓坏了 这个地方买个人 这也算非常规的买点位了 这种地方基本是 SMS没了之后 DT和牛海P两只对我又很近了 坎坷倒在了外面 厕所多了 开始封烟 RBS组织进攻 进攻厕所 RBS今天打得超级主动 鱼人不断地在灌雷 木子里没有头盔了 这鱼人平地干了 打厕所 真是不怕山顶有枪线啊 再来一个闪 换红点了 那全是烟 这一波的话 感觉要叫自己的队友一起过来 这SMS还有火 对方今天混着烟出来了 对不混烟 在厕所里面就等没了 SMS最后的一波出枪 看到了木子里没有头盔 实在禁不住诱惑了 那给RBS也提了个醒 山头上有人 鱼人要跟SMS对枪 进阶级队友 然后被混进枪就危险 开椅 开椅 快乐起来了 开启rank模式 哎呀 惠惠这个枪法还是蛮蠢的 没位置去了 又还比现在这个局 已经非常的难打了 他要跟RBS抢位置 他们高点看到了 之前DDC所在的位置没有人 闲路我也犯神 鱼人已经没有到处了 但是这边鱼人枪 五弟弟 五弟弟这边也是中了一枪 对五弟弟侧面的一个大炮 击倒了换神的 然后周平 周平安过来继续的椅 虽然鱼人倒了 但是队友马上巨幅 可以尝试性的跟RBS 正面打一打 把这个山头 反坡打下来 这一波一定压了吧 硬补 硬补先补 跟队友交流一波 RBS最后一个 五弟弟已经按耐不住了 一颗雷丢在了树前 很急啊很急啊 Ebaby应该不给分了 因为这个位置出去就是没的 对 这边I7打的是真的稳啊 这边打了这么久 还没有摸过来 还在急着 一定要施压 否则人家会觉得 你这边是不是人少 巨幅要往北部去延展的话 那I7不就被反卡了吗 对的 他现在必须让让自己的屁股后面干净一点 出不来呀 不吓死了 XCG从这个房区里面出来之后 能待的位置真的不多 这个位置就很局限了 你这个视野妹妹 要考虑一下 这波架不能再前压了 巨幅连续的手雷轰炸 起火 直接淘汰掉了XCG 一波轰炸曲袭里 小羊三分到手 就一圈一圈的转下来了 射一波出枪 好好倒地了 但旁边有五地点 XCG全压了 对也得快扫的位置 哎呀哎呀哎呀 这左右跳得好像没有枪口的感觉 正面有人 那完了妹妹这一波 还好是拿了一分 不然血亏 但是随着这个倒地 自己的屁股不要出事了吗 TMA已经安排不住了 灰灰也被淘汰 被两支队友还是给夹了 巨幅是真没有操作空间 是 那这样的话 实际全都压了上去 那高点位置 去压了 派手是满边上来的 完了 加倍脱了 对又被混淹击倒 又被篮圈收倒 TMA是一定要来劝 你看这个顺时针 已经开始就出行了 是 那这一波时期 是比较难大的 又吃到了 小铃铛的一颗雷 只能在底坡 靠烟去封对手枪线 然后再长时间 打开局面 哇这几颗雷精准制导 小鬼 这一波出现二倍进 连续放到两名选手 前一道和铭都可以倒地了 苗脸 都有打头的 AZ要丢雷了 这一波的话 看一下AZ的投注 利用的如何了 如果能造成实际的一个击倒的话 还可以服人 准的 一颗空棒 直接丢在小美的脸上 再来一颗 那这样的话可以服了 看一下 下侧一的马云龙能不能给到一 这波台面没有抓到 马哥刚好是揪出了雷 不过下一波 小鬼的身位还是被马哥看到了 哇 马哥 马云龙 还得看我马哥 马哥还是顶住了 真的稳啊 马哥 真的稳 北边也在打 现在一换一 另外侧 向着Gaming和TMA 正面一波三分镜 双方都是有一个互导 Pero很快就来了 可乐 可乐左右都要得打 已经出过枪了 马上就要被小明打到了 又是一枪头 对 很稳 一枪一枪慢慢来 哇 都能服起来 那这场比赛 Pero获胜的概率就很高了呀 TMA也得服 Pero沉出期的呀 就优伤了 17星期不跳 我就不上三 对 裂开了 听到烂人 叫不上了 看到了一头 蹲下打 趴下 出枪没有任何的问题 立马撤回来 不给任何的补枪机会 要打一波拉扯 先知道了一个 那这个坡已经看完了 所有人都没了 知道了 就在底坡 AZ已经看到了 身份有点大 对方的一个跟枪非常的快 身份有点的 右边的人也能打得到 是啊 风风好像是迅速的 要顶一波经理位置 哇 AZ大洗澡 太漂亮了 这一波 对 我已经